从开场情况来看 其实对战方大堂有一个重点 就在于直接被摁死的话 我预估可能是他 第二回合对战方的风气就居然有精心 直接就放掉了 直接踩了一个塔 可能是我们切进来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开心了一两个回合 一到两个回合 那这边的话也是全面保了 观战方这边一号位宝宝 给观战方这边的法方打套路的一个童子 上了一把波兰布金 对战方的话也是选择了开始补特技 把光辉之甲这些比较加状态的一些特技补得很全 给他的一个风气先补上了一把特技 对战方的话 他是选择给大堂上了一把血灯 再加上了一把千年 就说大千年 但是并没有卡到血 我从目前场上情况来看的 观战方这边变了一个琴仙卡的话 感觉效果还可以吧 但是他的医术基本上 他是变了一个减防御的卡片 也没有变琴仙 相对来说还是 要比较左蓝的一个单位了 他会选择 可能会选择很好地保住他的一个一束缘而穿 你来看他的一个打法 对战方的话也是选择了一把罗汉金钟 霍甲继续给到 画面卡了 卡了一下 大死亡拍丝 压气血 但是对方已经是把血量给 伤势给拿上来了 指人 防点 再光辉 这个天宫开场就已经开始是法爆了 2700 描示了对战方三号位的法防童子 那其实这场比赛观战方这边 我觉得这个一束是比较稳的了 毕竟他变了一个慢出卡 对面只是一个车子卡而已 一束肯定速度是拿到的 那他这边的话肯定是选择要保他一束 保他一束 让一束来给他的一个阵容 带来一个局道 比较大的优势 先看一下纽约孙继续的一个三票 那对战方 纽约孙先选择笑脸 控一下观战方这边 没有被笑中 他差起 这边刚刚起塔 那对战方的话是强势控了观战方这边的一波 愤怒 防止这边的话对下一回合造成 比如说对战方的天宫要选择 对吧 要把比较面仓的单位都打出来 嗯 防止他有罗汉 罗汉笑一笑的话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 那观战方这边主要在新调方一号位的这只虚迷 奈虚迷宝宝 看一下 有罗汉四百五尚法爆没有死 那对战方的话 刚刚死掉了一只法防的童子 现在也是拉出了一只卡血虫的龙龟 嗯 来保证场面上的一个血量 我觉得这个龙龟这个回合可以选择防御一把 因为观战方这边可能会看到你这个龙龟是没有法防 对 我可能会选择破旋你一下 对面也可以 所以如果普通有空的话可以波兰一下这个一号位的宝宝 一号位宝宝刚刚是直接被集火的 可能观战方这边还会再继续跟一下这个宝宝 你波兰可以选择保一下这些宝宝是可以的 可以 这边继续控大堂的特技 再次控了观战方这边作废的一个愤怒 因为刚刚那把笑离子它是没有效忠的 刚起了一把 呃 直接卡卡 对 鬼眼康风 鬼眼加起来了 直接扫了这边龙龟 也像刚刚我所说的 防御 那这个可以说是成功的防作这只宝宝了 嗯 他也没有选择现在马上起法 打的也是可以的 对 好 观战方这边这波宝宝 有跟一号 但这个宝宝好像全场最归宿的 好 观战方四号位才最归宿 那其实观战方这边一号位宝宝刚刚也是神过了一次 嗯 也是保住了自己的一个一号位宝宝 而对战方的话 其实这一波也相对来说不亏 他龙龟防御的这一把打得很好 嗯 一号位这个宝宝其实对观战方这边来说 神诱了是非常不错的 对 毕竟是一只法防的宝宝 对 打套路的都靠法防 对战方 对战方其实现在这个龙龟这个回合是可以选择起一个防防了 嗯 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选择 呃 比如宝宝配速卡个大金 波兰布金 波兰布金也可以 对战方现在这么多人物单位踩塔的情况下 观战方这边可能很难防下一个罗汉 颇开 鼓兰 波兰 波兰 保安 插告白龟 那当时龙龟他是被女儿春的三 诶 有个金铭 对面的话踩塔单位是五个 嗯 他们对战方的话是很好放出一系列的特技的 比如说金铮和罗汉 嗯 这边是没有办法选择说 强势从对面的一个罗汉或者金钦 是的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 流花湖的大堂也是成功刷起了 第一层的漫天套 现在175都会带满天了吗 都漫天了吗 因为我们记住上一届的五星台里面 好像流花湖大堂还没有漫天套的 最开始应该还是四爷之窗开始带的 对 四爷之窗开始带的 对 然后后面慢慢到古苏城 可能现在每个服务器的大堂 都会把他们的套装效果给改一下 可以 那对面的话龙龟这一把也是保住了 场面的话卡学虫也是比较聚在 官方这边的话宝宝也是刚死掉了一只 现在的话双方宝宝上门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势 而如果说要点杀的话 双方现在要点 他还是说点不太好点 对三方的话他是五个单位吉他 有一个单位没了 现在的话他完全还有一个金钦 可以这样说 他下个金钦可能 可能会留下个点下来 好 地府的话也是抢了 要抢一下法系的一个速度 凝制了一下官方这边的一个法系 对面是一个子星预露丸 那对面给大堂吃完血之后 选择起了一把野兽 有愤怒的 凝制完之后马上自己再留云一把 这一把的话包四要把这一个法系的速度给拿回来 而且刚刚还凝制过官方这边的法系 其实这个法系的医素 现在是如无意外都在对岸方的天宫的身上了 因为官方这边的话 它是有风系的一个速度 而对岸方如果说 它再没有输出的一个速度 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一个痛苦 那从目前场上情况来看 官方这边还是有一个全场的物理医素的 物理医素跟风系医素都在官方这边 其实官方这边这样比赛相对会好打一点 又是好 对 速度在手法 对 就看官方这边什么时候选择点杀 可能 那对面没有了卡雪的龙龟 那对面的一个防点杀是选择丢了一个法宝 无魂给到官方这边大唐的 两个无魂 看见官方这边小松已经挂过去 破甲也是刚刚丢了 大唐能够扫出去吗 没有 中了一个无魂舔了过去一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岸方这个防点 它只能说 运气还可以 运气两个无魂 哇 真的无敌这一把 无敌 运气 因为我们平常看 看多的比赛都会说 其实有时候 那无魂比一个封印还好用 对的 那刚刚那次二号位毕雷 居然打了对战方的一个侧子 打了2400体血 嗯 现在毕雷都很凶的嘛 有带生死绝的毕雷了 生死绝的毕雷了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那种 嗯 你以为我是毕雷宝宝 你以为我是毕雷宝宝 错绝 对 但我打的是一个套路 嗯 那同样呢 其实观战方这边这个点杀 也是毕雷宝宝成功防住了 但我觉得其实还要再防一个回合 这个回合也得防一下 对 它的一个干将现在还是在场面上 也同样的具备了点杀的一个能力 而最前方这一把的话 它是选择了一把金钦 金钦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用来抗一下 地骨的小鼠王来用的啊 感觉上 嗯 但是它的车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地骨要快 嗯 来 效魂 给观战方这边的大桃 好 对面先点过来 那这个点杀其实基本上是已经失败了 它是压气血 我感觉它只是为了一个小压一下气血 但我觉得这个效果肯定是一个点杀了 嗯 对吧 后面也跟上了一个天空的丹妙嘛 对吧 只不过说这个点杀可能说 对观战方这边也是成功给防住了 嗯 它是有一个物理一速起了一个指人之后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人配上一把罗汉 那这样的情况下 观战方这边是成功防住了一把点杀 对 那观战方这边大桃 其实它场面上是有干将 而速度优势也是巨战 那这一把其实观战方也可以选择 再次点杀一下对战方 嗯 如果给你点谁呢 比如我的话 我感觉大桃肯定不好切 我还是会选择切它的一个车子卡 车子卡是吧 嗯 对 又卡 好的 画面这边的话也是再卡了一下 哦 对面选择罗汉 罗汉的话 会免疫一系列 哎 还是一个发温侠给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发型命中 啊 这个就是在罗汉 罗汉的对战方打的是特别的好 特别好 这边的话也是起了鬼眼要亲对战方三号位的卡血虫 嗯 看一下这个宝宝 好神佑 哎 观战方这边的宝宝好像挺能神的 对比对战方来说 相对来说 会能神一点啊 但是 我们有一句古话叫 前期人神后期 那真的啊 说不一定啊 很难说 对 得纵观全局来看你的一个神佑的一个戒略 但是有些时候一只宝宝神是特别关键的 前期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关键吧 那同样的话 有很多玩家在问啊 这场比赛谁打谁 那大家看到我们直播画面 右边看 右上角看到了 郭子坚 左上角看到了 柳花胡 那这样比赛啊 柳花胡打 郭子坚 大家也可以同样可以在两边的信息栏可以看到 那这样比赛从目前来说吧 观战方这边毕竟有一个速度优势 就是之前的点杀 只能说北战方的双无魂啊 可以化解了 大家看一下后续观战方这边是否还有点杀的想法 观战方这一边的话 刚刚龙宫是中了 不 是中了一把发温侠 而且并没有解开 还在持续的抖动之中 对面的话也是选择抓了观战方这边的一个速度 地步的第一抓 哎 这个 宝宝还跑掉了 一号位宝宝法防的一个童子 真的这波法宝无敌 选择平A想触发满天轻宝宝 对方已经在流晕了一把自己的女儿村 嗯 哦这边龙宫的一把平A也是刚刚好 真的叫刚刚好 哇 那这边的话刚刚选择破血了他的一个三号位的一个隐身的卡血宠 宝宝也是选择跟了一下把观战方的一个三号卡血的一个单位的宝宝给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 对战方这一回合他是一次损失了两只宠 嗯 跟着来说还是比较难受 那看观战方这边 嗯 感觉这个回合有可能点杀呀 感觉有点危险 刚刚我们捕捉是点灯 如果来看一下破甲给到的是战方的天空 对面也是选择驱散 这边没有选择小死亡或者是说要上一把射魂 没点 那就基本上 提前的一个破甲而已 先吓唬一下 先吓唬一下啊 嗯 让他以为错觉要点他了 要做好防范措施 嗯 这个魂可能主要没点的原因还是看到战方毕竟有一把罗汉 对对对 相对来说可能会难点一点 点不进去 嗯 那这边的话也是清掉了对战方的一个二号位的壁垒狂暴虫 场面上的话应该刚一三号位肯定有一只是卡血的一个单位的宝宝 嗯 因为场面上的话他并没有存在了一个卡血单位宝宝 观战方这对战方很清楚的知道观战方这边 在这几回合肯定是要搞事情的 那他肯定会出现一只 呃相对来说打套路的一个法法 呃法防或者是卡血的一个单位的宝宝或者高速 嗯 高速肯定没有 因为高速的话基本上是隐身的但是配数桶基本上还是有 那对战方这个会员再次选择了防点杀乌魂已经给了观战方这边打仓 小鼠王一千的金甲两千零九三第三第三刀还是一把金甲那第四刀是贴了一把保护看观战方这边的法系的数据 但是基本上说对战方的龙弓如果说没有法金甲都是到天宫一千九百八四是果然出了一个法金甲没有到 宝宝的话丝毫也是没有选择没有再绳 那这一把点杀还有三只宠 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宝宝跟进情况吧 毕竟他的那个取秒被法金甲给顶掉了一下 对对那这把三只宝跟过去还是没有点死 法金甲和金甲双金甲出的是恰恰到位 那其实现在反倒是对战方有一个点杀的可能性 这边他有疑似会会砸钱给他砸死砸了 没有砸死没死 水清了自己的大糖 那这个反点杀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炮价给了观战方这边的天宫 那这边的话普陀选择了一个固定伤害五百五还是没有死 小爽过中那对战方的 诶 这个队长是时间超过时间不够了吧 自动出去了 自动出去了 那先来看一下对战方反点的一个回合 好那第四道贴乐保护观战方这边的一个法系的血量还挺多 单秒 对面的单秒三千五也是给观战方这边法系直接带走 中小爽倒地 对战方其实这个回合打得很稳 他的天宫选择是一个单秒来打 对 并且对战方其实这个回合也挺堵的 前面没有任何的宝宝可以给这个天宫卡上任何一个大惊 对 只能说观战方这边如果那个地府可以出手 王军之息或者是也跟着砸一下 对 可能会倒地 我感觉90%都倒了 嗯 但只能说很可惜吧 对吧 没有成功摁死对战方的天宫 反倒是被对战方摁死自己的天宫了 所以说其实法系的金甲真的很能出 很能出 真的 但是在我们打多部分的PK中吧 这个法系的金甲确实要比其他单位的要出的挺多 多一些的 因为他防御较低 对面的天宫也是选择继续取秒打出一把面伤 5号被宝宝直接被清掉 那从场上情况来看 对战方这边天宫被摁倒在地之后 观战方接下来只剩下两个一速的优势在 但现在 大航跟女儿村同时被扣 观战方这边其实现在要打的就是 先稳一下 对战方现在的话已经是比较有优 相对这几回合已经把优势给拿回来一大部分了 那对战方其实相对来说 他刚刚的几把群秒了 秒了两把了 他还是可以继续来搞点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就说了 观战方这边他有峰隙的速度 那没有峰隙速度 对战方可能会对观 哎 这边的话也是起了一个指人 赶紧起指人 他可能会对他的一个一速造成一个想法 嗯 就相当于我不可能说我持续的一个黄泉持续 慢慢抓你下来 对 直接把你按倒在地 可能相对效率会来的更快一点 对也会好打很多 嗯 如果说压倒了的话会好打很多 如果说压倒了的话会好打很多 但这个点 祈求点明显的 说实话 我个人建议不用点 嗯 好先刷漫天套 亲对面的龙龟 因为满天的话是有一个叠加效果 对 看要叠多久才能叠起来 又是一把群秒打面伤 官方这边的罗汉是 其实他这边应该下为何可以起一个罗汉了 嗯 罗汉要接起来才能扛得住 对 这个一速万一被爆一下 你还真的不确定他能不能站住 因为他没有琴线卡 对 只能说他现在勉强身上有一个破远伞 对 还能撑一下 嗯 那场面的话卡血的龙龟也是没有清掉 场面上还可以卡一点血 嗯 那对战方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175的大堂我想问一下是有带四血翻吗 我觉得不会带四血翻 根本就不够位置了 对 那如果说有带四血翻的话 他可以赌四血翻飘一组 嗯 嗯 其实相对来说以后可能有些服务器可能会带的吧 这些就是 有点 不太合适目前主流的一个打法 但也不一定说不能有 对 这个也是需要 不单是需要 我们也需要很多的玩家 可以去开发出一些更好的玩法 打法 嗯 不过这个回合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观众方这边有一个医术 物理医术 强的对战方大堂 第四刀出发了保护 第五刀 第四刀出发了保护 但是观众方这边的龙弓是 把天弓是拉起来了 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天弓 顶上了一个大金是秒不死 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天弓 嗯 也是选择单秒对面法金甲两千七 但是对战方的大堂是并没有倒地的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后续宝宝的一个情况 双方是互点的一个回合 那这边的话大堂其实算是已经站住了 嗯 看一下宝宝跟进的一个情况 高连的 79 哎 没有倒地 小微有点遗憾 稍微有点遗憾 这时候我在想 双方这个时候是否会砸一下钱 那 如果CD到的话 观众方这边绝对不会砸钱 因为对战方他 他头上有个灯 我说观众方 嗯 观众方这边打他可能会被砸 嗯 那观众方这边其实也有医术的 就看他要不要给他卡个大金了 嗯 踩塔 很果断啊 但是对战方是一把金青 对战方这个回合还能再点的 对 观众方这边也是选择了 普通的一把罗汉金周 射魂给继续给对面的一个大堂 开启自己的一个小死亡 这边的话可能宝宝有强了 嗯 然后长驱直入对战方的一个对战 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你卡了一个五龙蛋来解这个小死亡 对对对 但是这一把的话他有 还是 身上还是有个小死亡被驱散掉 驱散的 驱散点的啊 对战方也意识到你这 你可能打这个套路 嗯 那因为长驱直入不会贴保护 他配上了自己的一个法系的一个单秒 或者群秒哈 基本上如果说他还是有机会啊 配上一把射魂 有机会把对战方的一个对战给压死 那其实这两个回合从结果上来看的话 刘宝湖那边是稳转的 大桃没有倒地的情况下 反而还把关联方前面大桃按倒在地 并且有虽然说是驱散点 但是你小死亡刮在身上 你还是没有办法用九爪先来拉起 嗯 你还得用普陀 来拉 对 那对面其实他是风筝大可观众方这边 其实相对来说他可能会打得 比较奔放一点 奔放一点 对啊 但其实换句话来说 如果他让这个天空一直持续的群秒 嗯 给观众方前面的压力也挺大的 对 第二层的慢线刀已经刷减 加了10%的伤害 报了个8600的数据 真的是很吓人的 看到有罗汉的一个情况 对面的天空的一个群秒 其实效果 加上这边有一个琴弦卡和子人秒的数据还是不太高 场面上的话对面有两只的一个卡血虫 对面的话它并不说有存在卡血虫 它是可以来选择各种打套路的一些 而且它是有带死亡的 看对面的话我感觉这两回合包有一把强点 包强点有罗汉顶着都要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一个回合 从场上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对面吗 我个人建议还是 等一下 我刚想说不要这样点杀 但是对方已经是水清大堂 并且破甲一速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方这边无魂防点 神马选择开自己的一个地府 受魂 中无魂了 那这个点杀就不可能了 嗯 法系也是出了一个法星甲 嗯 那观众方这边也是通过地府的 哇 3066 那只避雷非常的凶 看一下 对方已经没有了 出出宝宝来跟观众方这边的一个一速 而且观众方这边的话也是卡上了一个大金 对卡了一个大金 那这个大金卡上了之后 其实观众方这边这个点杀 基本上是 嗯 对方这个点杀不太可能了 那现在反倒是 就是观众方这边你拉起大糖之后 场上还有一只 刚好 刚刚上个回合才出的配速龙龟 嗯 观众方这边又是一个 可以反点的机会 并且还有一只神马也是配速的 配速 它是比地府的速度还要快 对 而且对方唯一可以打你 虚血的龙龟也是被法术给套中 嗯 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打观众方这边的 一个虚血 来看一下观众方这边 先选择效力供一下对方普陀的愤怒 那对面的话也是选择 丢一把无魂傀儡给观众方这边的普陀 防止普陀给大糖上血灯 对 嗯 这边直接卡了一个大金 神马卡的 对面小死亡继续要压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大糖 那龙龟也是卡了一个大 两个大金观众方这边有 一速其指人 防点 但是 哇 对方这个 嗯 太贪了我觉得 他如果他这边的话 他自己想到没有普陀 诶 这一只死亡的宝宝速度是烧慢 烧慢 但是也还刚刚好啊 配到了天空的一把群鸟 也是给他 差 恰到好处给秒死了 嗯 我刚刚就是想说 为什么他这边啊 控了他的一个普陀 想办法控了普陀 不拿不拿大死亡去拍他的一个气血 嗯 因为防止他用大金来把血量顶上去 嗯 但我觉得观众方这边其实也没有料到 对方一号位也是一只大死亡的 场面上对面我刚刚都说过是两只 嗯 两只 那这边的话大唐连续倒了两次的一个 第一对战方的话大唐也是还没有说 要继续要跟进观众方这边一数 他肯定是还会找机会再点观众方这边一数 嗯 你会放心就在这几回合 震哪 那这边的话也是 小死亡挂观众方这边的一个一数吗 连点的一个节奏 连点的一个节奏 果然是点观众方这边的一个一数 三千一的一个第三刀 第四刀就不会贴保护 那观众方这边一数的话就直接性的倒地 加上自己的一个大唐倒地 对面的话 天宫也是垫死了观众方这边的一个二号卫宠 嗯 这边 靠着一个单天宫的话 是没有把对战方的一个大唐给按死 但是观众方这边大唐它是没有小死亡 诶 没有了 没了 没了 我在想是不是那只二号卫被清掉的那只宝宝来了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它应该是拉起来一把长驱过去的 因为 四号和五号的话 都是比较 就比对战方的天宫速度要快 拉起来的话 可能会被手撕 他是这样想的 感觉就是二号卫被爆了五千加 被清掉那只宝宝用来抢拉的 嗯 然后对战方补刷点起了一把双灯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地府的血量很充足 只加一个320 对 那对战方大客的一个伤害加风头位的一个大唐真的是蛮凶悍的 点观众方这边医术的话也是非常能切得进去了 已经 主要是他刚刚在杀王的那个女儿村之后 他的一个七扇也跌了一层 对 满天是跌了两层 对 那观众方这边两只宝宝拉起两个人物单位起来说 其实只一个指人一个会员伞 对战方 现在就是针对场上你所拥有的速度优势来打 干你两个一速 风系一速 物理一速 对 因为法系一速在对战方 这个时候对战方其实无所谓 嗯 而且观众方这边从目前情况来看 也不会随随便便去点这边那个法系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你即使点他的那个回合 我还得让他先出手秒了 他才会死 对 而且观众方这边还不一定点得出去 对 利益没有说太好 所以说可能不太可能 点这个法系吧 主要还是要看对战方现在 怎么来控制这个场面 毕竟 摩天空这个门派在守施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哇 三票中两个 对面的话 一个才打一个中多 哎 这边顶了大金 对面的话是选择驱散 驱散 驱散的话 他是倒地之后还是有小死亡 哎 中无魂了 大死亡排气血 天空群殿 哇 这个龙龟 龙龙是真的扛不住 对 那你相信这一个 无魂的话 他没中观众方这边的医术又是倒地了 嗯 对 没中啊 基本上是已经倒地了 对方手 宝宝跟 好 副出手也倒地 可以 二号位的话 是一个比较龟的一个 奈法虚名 对 其实我在想 其实反倒是现在国子监可能 不太希望看到刚刚的对面当行中了这把无魂 对 因为接下来这一个回合 对方大厂是没有踩轮的 也意味着他可以进行一个连点 嗯 如果他要连点的话呢 关了王这边 我觉得挺危险的 现在 那他这把其实可以不用踩轮子 也不继续不踩轮子 对 他给你造成一种心理压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可以先选择一把干将吗 还是一把 他毕竟有满天 满天套 也可以 对 对 练点 小死王 不然关了王这边的大堂 发温甲 中了 这个发温真的是恰到好处 两方 感觉今天法宝真的是中了很多 中了很多 嗯 但只能说关了王这边大堂 通过自己的能力 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别忘了刚刚对战方还有一个二号位的一个须弥 须弥 看那边的宝宝能不能跟进 大堂头上是没有灵动的 看一下这把洛言 法金甲有法 52没有法联 没有点死 如果他出法联 或者是没有出法法金甲 这个大堂也得倒地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给观众方这边 其实这个略是 是有点明显的 主要是你在女儿 你这个女儿 从跟大堂一直在 观众方这边医术倒了 对战方的话 现在是完全有能力 来控观众方这边 普陀防止普陀 再继续点灯 对面一号位的话 还可以继续压气血 这是非常不错的 对 反正是现在对战方 可能还会说 缓一缓 不继续点灯 可能可以清观众方 这边的一个审马开手 清一下宝宝 因为现在观众方这边 基本上是不会出 那种输出类型的宝宝了 都得拉那种配速 或者是龟速宝宝用来 待会强拉 或者是配速 砍个大金 对 西宝玲珑灯 没有解开这个无魂 双逢 但是表方直接大招 混过来 对 果然是控了观众方 这边的一个普陀 诶 普陀的话 这边也是有一把金钦 金钦 但这个金钦 看一下宝宝给大唐卡了 大金 看一下地骨的操作 神马也卡了一个大金 这边要选择压 对面的一个队长吗 压法系 是压的法系 大唐开到1800 他最后一刀 保护 但是对面会先秒出来 对面的话也是选择 是继续点观众方 这边的一个大唐 亚大唐 四刀都没有贴 也没有说出金钦 什么之类的 四刀倒地 对面天宫的话 法系是有速度的 先秒 天宫倒地了 对面天宫 三秒 又是个法经甲 2400 还没死 观众方这边没输出了呀 二四号尾 两只宝宝拉起大唐 三号宝宝 归宿拉起 对面二号尾 宝宝手持没有守住 这边的话 喝了个酒 喝了一个名酒 大酒 他这边是会选择罗汉吗 哇 这个情况的话 观众方这边 可能是我觉得 可能是由于场上大客的情况 这边选择的是金钦 点虾都 都没有什么成功 点虾每次都没有什么成功 对面的天宫 他的一个血量 我感觉 比平常的要多一些 这个刘花胡的天宫 好 对方火飞破战 大死亡排气血 700 天宫群垫2700 也是残血了 这边的话 碧雷宝宝跟进 暴击540 中了驱散的小死亡倒地 嗯 刘花村还是得倒地 嗯 主要是观众方这边的女儿称 他们没有灵动 对对吧 有灵动可能还不会变秒个 3700的一个数据 嗯 那从目前情况来看 观众方这边女儿称再次倒地 之后场上 再出了宝宝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 接下来怎么来撑住吧 因为一直被这样对面的当天宫上 取秒下去 对面可能突然偷点你的普陀 都有可能 当天宫在手势方面是强于龙宫的 所以说这边观众方是非常难受 并且观众方这边 他一数也倒地 控不了对战方的女儿村 嗯 女儿村是可以选择控观众方的普陀 他这边其实相对来说 他的卡血单位已经说相对很 很没落下去了 现在的话普陀也是被中了一个 单攻法处 继续封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回复 嗯 现在也是主要在 向里凤一下观众方这边的 金青以及罗汉 小死亡挂给了天宫 这个回合 对面的话也是少了过来 有宝宝保护 两只宝宝护 防御了感觉 应该有第三只 哦 没有 这边防御 防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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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王拍了一下 天宫的话没有选择单秒 嗯 那这个不单秒的话 其实是对战方赚的 嗯 如果他是单秒 他其实也秒不死 对啊 那看宝宝的跟进情况 有没有 哎 对边的话是选择 二号位的虚弥 秒死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大堂 嗯 对战方二号位的只是宝宝 我过去官方随便得赶紧清一下 对 不清的话其实他就 就用这一只宝宝 一直把你 相后你的五龙丹嘛 对 相后你的九爪魂 手里的是 对 而自己的普陀也是强行 一直被控 对面他的旅儿春是起了塔的 如果说 他会选择一 一个回合强行控力 他会用封两次的大招 嗯 嗯 啊 这边普陀再中了一把 五魂 嗯 宝宝也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普陀 三天印想要套路一下光众方这边的地府 嗯 大死亡的宝宝应该是拍医术或者是 应该是拍医术 拍的医术啊 啊 这边大堂上来是起了一把杆匠 对战方的二号位宝宝看能不能守住光众方这边的一个大堂的尸体 或者是说他会选择去秒 呃 这光众方这边的法系 嗯 果然是秒了法系或者是医术 那光众方这边其实现在的话处于一个利封非常的拦手 对战方状态这各方面都是挺好场面上的话 光众方这边还清不掉对战方的一个二号手势的一个单打虚迷 这个宝宝只能说你通过场上的宝宝配置来清 因为你现在你大堂采了干架之后 我觉得你现在大堂选择去点杀的效果会比轻较那只宝宝的效果 更好一点 对 对面其实现在如果说是打着奔放一点他可以推了 嗯 真的可以推 哎 直接就可以推了 果然果然 是拉了一只须弥 瞄死了观众方这边的一只神马也是再次法联 瞄死了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大堂 大堂 两只 嗯 最后说不会打到普洋身上不会反爆啊 但还是威射力挺大的 打狼继续平坎清宝宝 好 7秒 4000秒死了观众方这边5号位的一个宝宝 哎 这边他有1号位的力批要清对战方的2号手撕的一个单法寻名 我刚刚就说了啊 这个你要清对面2号位的宝宝是第一只能拉宝宝来 对 因为你大堂起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清一只二号位的宝宝的 否则你又被挂一个小手继续倒地 很灰 只能拉起来的时候反点对战方的大堂 这样才是最好的 这边无间地狱这个时候也拉起了 已经是强行冲了 但是观众方这边没办法啊 身上地府有一个翻天印 你的毒也没办法回血 对 这边不多是中了无间地狱倒地 嗯 那没办法 其实对战方的一把风阵的大客也是对他也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毕竟是大客嘛 不能小觑 其实我觉得他这把风阵 我觉得他不是用来抓阴阵 我觉得他是用来抓鸟阵 哦